六吟是有风寒许诗造火 那么其中会对胃有影响的了 其实主要一个是风寒之邪 就像大家刚才说到的 这种吃冷的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寒邪 或者是受了寒 突然一下子这个受了寒 有的人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这个头痛啊 流鼻涕啊 发热啊 而是表现了胃痛 这个就叫寒邪直重 中焦会引起这样一个胃痛 甚至有的人会腐息啊 呕吐啊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六吟之邪当中呢 还有鼠湿之邪啊 夏季的时候 湿血也是很容易伤脾胃的 这个是第一大原因 引起脾胃受损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饮食因素了啊 这个应该说是现代社会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饮食因素当中有过激 就是经常饥饿 三餐不定食 或者是吃得过饱 或者是说 喜欢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或者是喜欢吃这个肥肝厚腻的东西 那么这些都会损伤脾胃 那么第三大原因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有提到 就是这种情质的因素 我们中医所讲百病生于气 就是说你这个情质不调 比如说露则气上 露伤肝 比如说丝则气结 丝伤脾 比如说喜则气缓 喜伤心 总之这些情质因素都会导致疾病 很奇怪 好像以前拍片 可能是很紧张 从早上到晚下 整天结束之后我才发觉 我没有吃饭 其实这个很危险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 同我 没有饥饥感 对 没有饥饥感 就是你是高度集中 然后身体的其他所有感官的感受 完全禁止了 对 其实已经是极饿极劳 你自己不知道 没错 没错 我们是事后才知道是很伤 当你一松懈下来那一刹那间 哇 好像百病就涌现出来了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很伤 是这样的 它这种首先 它其实有两个因素 一个它高度紧张 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情质因素在里面 再加上这个饮食的饥饱市场 一整天都不吃东西 可能在吃的时候 它可能会吃得比较多 这两个因素对脾胃都容易受损 吃饭糖累积下来 肯定会有胃病 或者是肠道疾病出现的 对 那属于刚才有其中 因素准备其他因素呢 还有一个因素 我是需要特别提出来了 因为在广东这个地区 就是很多 当然我们也是在反反复复的 健康宣教的人都会讲到 就是喝凉茶 就是广东不是走几步路 就有一个凉茶铺 其实这个是非常上脾胃的 我们就要建议大家 一定不要说 我有点喉咙痛 我有点面上长痘痘 或者是有点便秘 就去凉茶铺买凉茶喝 或者是从小朋友就开始喝 那样是非常上脾胃的 张教授 我可以很自信很自豪地说一句 就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宣传 我相信现在港湿人喝凉茶 都会理性了很多 但是一样东西还要喝的是什么 就是去湿茶 因为夏天的时候很湿 我想问一下 去湿茶会不会都是相脾胃呢 要看看是什么成分 如果说这个去湿茶就是一些 比如说玉米、扁豆、冬瓜 不是说非常寒凉的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天天喝 偶尔喝一下是可以的 饮食不折,过食生冷 苦寒食物都会损伤脾胃胃 愚不良情绪 也会导致食欲下降 腹部胀满 特别提醒观众的是 虽然广州地区比较湿热 但是都不可以喝这么多凉茶 如果自己的体质本身偏寒 是不适合喝凉茶的 饮食不治 情节不和等因素容易导致脾胃受损 脾胃受损有哪些症状呢 A,上腹疼痛 B,颤后饱滞 C,热气、反酸 D,黑便或血便 E,水肿 我想如果是黑便或血便 就是另外一件事 上腹疼痛是哪个胃出血 胃出血吧 那也是脾胃受损 也是脾胃受损 如果胃出血 很嚴重的脾胃受损 或者是其他消化道出血 其实中医的脾胃是包括这些 餐后饱滞呢 一定是 一定是 唯独就是水肿 水肿不是 水肿不是腎有问题才会水肿吗 是的 但是如果中医说脾胃 除了吸纳、消化 也要谈论运送 化气、排水 瀉等等 可能有些关系 我只是试过去西藏的女友 缺氧水肿而已 我不知道 缺氧水肿吗 我第一次听 像整个面猪头 我不知道 过敏而已 9月过敏 所以这个问题 还是糾结在水肿方面 其实大家都选择了 A、B、C、D 一定的 E不肯定 A、B、C、D是肯定的 好了 问一下张教授 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题的答案 五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大家纠结的一个 就是有没有水肿的问题 刚才也有嘉宾说得很好 皮脂润化 那么这个润化 除了润化水股以外 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润化水湿 那如果说它润化水湿的功能受损了 皮会受损 它这个功能就会受损 那它一样的会导致水肿了 我们中医所讲就是叫 内伤、脾胃、百病有生 就是脾胃如果受损 什么病都会出现 包括有的现在怀孕、生育困难这些 有的可能在妇科那里调不好 他可能来看看我们脾胃科 一调一段时间他就能自然受孕了 所以脾胃是非常重要的 脾胃其实说 有受损应该分成多久 应该是吧 脾胃受损之后应该怎样调理呢 我们领男人的体质有什么特点呢 调理脾胃的时候要留意哪些问题呢 食蜂蜜和山药等食品 是否真的可以保抑脾胃呢 什么是脾胃的气氧法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走开 精油原液 改变你的护肤方式 欧莱雅第一支精油原液 凝聚三种珍稀植物精水 轻似水,润如油 欧莱雅精油原液 谭润满格,光彩出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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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支四季点亮新年 正正亮松飞扬 就脾胃 有受损应该分成多久 应该是吧 脾胃受损以后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几个阵型 常见的 比如脾胃湿热 脾胃虚弱 或者是干皮不条 以及食级气质 大概也就是这些阵型 那么 所有的 比如说胃痛也好 腹痛也好 腹泻也好 便秘也好 总的来说 就是这些阵型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其中 第一就是脾胃湿热了 因为在广东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呀我好睡啊 要去看一看 那么 什么情况下是属于脾胃湿热了 那么首先脾胃湿热的人 他会有什么感觉 也就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这几大主症以外 它会有一些伴随症 就是容易口干 口苦 会有口苦 或者是口干 不想喝水 然后小便比较黄 大便容易拉不出来 拉得不爽快 或者是腹泻 最重要的是它的蛇脉会有表现 它往往蛇质是红的 胎是黄粒的 脉是比较滑溯的 那么这种就属于湿热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脾胃虚弱了 脾胃虚弱 其实在这个门诊 我们门诊的患者当中 或者是住院的患者当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说其实 广东人脾胃虚弱的这种底 基础是一直有的 应该说它丙收入它的父母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脾胃虚弱又分为好几种 其实上有脾气虚 脾阳虚 胃气虚 胃阴虚这样的 那多见的还是一个气虚和阳虚 它会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胃痛啊 腹痛啊便秘啊腹泻啊等等 这样一些主要的一些症状以外 它会伴随就觉得 哎呀我没有力气 我觉得讲话 比如说我讲一个小时都讲不了 坚持不下去 声音不够大 面色黄白 哦 就是这样的人一坐在我们医生面前 我就可以感觉到一看他一眼 我这个人肯定是个虚底了 就是面色少滑 没有光泽 或者是非常的苍白 这些也是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他会有排便无力的感觉 甚至有的便秘的人 很多便秘的人 并不是说一定是湿热是火 他其实很多时候是虚的 气虚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样的人 你让他把舌头伸出来给你看一看 往往舌质就是很淡 这个胎是比较白的 然后麦就很细 按上去没有力的 这就是脾胃虚弱型的 我们叫做 那还有一个也是常见的 就是肝脾不调 或者叫肝胃不和 这个跟肝相关的就是 他很多时候 他这个疾病 他的症状就是跟情绪有关系 或者说他往往会 半有情绪上的一些表现 他可以由情绪诱发 也容易伴随 比如说容易烦躁 容易易露 也容易忧郁悲观 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 因为现在也快靠近春节了 有一个常见的脾胃病的一个阵型 就是食级气质 小朋友会比较多 因为吃的太多了 太好吃了 春节期间就是没有控制 那其实也有一些成年人 他会一下子觉得 这个东西太好吃 吃的太多了 然后他脾胃功能也不好 他又消化不了 是吧 就会导致食级气质的 胃痛 嘔吐腹泻等等 他往往会表现为什么呢 就是矮腹 打一些矮气 是有酸酥味的 是吧 或者是这个大便 非常的臭汇 酸臭味 舌苔也是非常的厚 这种就属于食级气质了 中医将脾胃受损 分为脾胃湿 肥胃虚弱 肝胃不和 以及食积气制四种类型 这几种类型 因人的体质表现有所不同 通常都会出现 腹部疼痛 腹脏 躍气 反酸 恶心 嘔吐等症状 中医讲究便证论治 肥胃的条理 亦都要因人体质不同 有所区别 看看今天第二题 令男人的体质有什么特点呢 A. 任虚 B. 羊虚 C. 潭湿 D. 血雨 2. 骑虚 铃铛 这些人是有一个专门的体质特点的 岭南是指无岭以南 包括广东 广西 海南这一带 同称为岭南人 它跟西北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中医所讲 就是说人是生活在自然环境当中 所以天人是相应的 你在什么环境当中生活 你就会有这个环境的特性 那么岭南叫做西北来说 它的土地是比较薄的 因为比较矮的 这是一个 那它的土 我们知道土在中医就是属于脾胃 就属于土 所以说这个岭南人有第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脾胃是比较弱 而且这种弱了 往往是偏阳虚为主 偏阳虚为主 为什么它偏阳虚了 因为这个岭南之地 它有平海 离海比较近 所以它是容易感受一些阴湿之邪 那么这个阴湿之邪是容易伤阳气的 所以总的来说 领南人的体质特点就是阳虚坛失 那么其他的会由这些演化而来 比如说血淤 气虚则血淤 阳虚则血淤 它会导致的 但是最基本的 还是一个阳虚坛失这样一个体质特点 好 那么刚才说到 就说领南人有自己的体质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领南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 才适合我们自己的脾胃呢 没错了 这个食材的选择很重要的 请张教授解释一下 针对领南人这种体质特点 一个是阳虚 一个坛失 那么可以给大家推荐 就是补气生羊的食物 比如说黄芹党参 莲子淮山 这些鸭肉 肌肉这些都是可以的 当归 或者是再更补一点 可以用到肉桂 或者是鹿绒 人参 这些都是很好的 给大家推荐就是 可以常常包的两款汤 一个就是针对阳虚的 当然这个现在又是冬季 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是最合适的了 当归生姜羊肉汤 女性阴蜜 很狠 我是所有上来我们节目的医生 都说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其实是任何体质都… 当归生姜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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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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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归的量要放多少呢 看你是多少人吃了 一包汤的话 如果说是 一个人可能就十克就够了 那如果三个人就给三十克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弹湿体质的话 就是这个 经常睡觉打憨呢 或者是这个 经常觉得喉尖很多痰呢 是吧 那么这种就可以用一些话痰的 比如说加一些陈皮 加一些扁豆薏米 冬瓜 这样来包一些瘦肉 包排骨 或者包鸡汤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起到一个化痰湿的作用 刚刚听过羊肉汤 我好像方方姐 整个弹起合适合她 但可能不适合我 你喝完吃羊肉会怎样 喉咙痛 喉咙痛 上火 然后有朋友会教我 那你很明显不是羊虚 葱姐和马蹄 可否这样偷一些 应该是陰虚 她很明显是鱼 我觉得她很明显是港多人的体质 真的 我不受得 其实这种虚不受博 可能很多人对她不理解 认为虚不受博就是自己有火 其实受不受博 我们觉得有两种情况的人 是虚不受博 一个是这样的人 他在阳虚的基础上还有阴虚 那么他就会一补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阴虚火旺的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虚不受博就是这样的人体内有失 失邪爱走了 这个宗教不通畅 那么你一补他也是很容易孕集成火的 所以这样的人 比如说你觉得 我一补了以后就喉咙痛 看看舌头如果没有什么立胎的话 就是比较红的话 那就可以加一些麦冬 在这个基础上 或者加点西洋参加点沙参御渡 但是一定不要天天去包这种沙参御渡 这些御渡这些养阴的 因为它都是比较偏寒 是很伤脾胃的 令男人体质主要的特点是羊虚、咸湿 因此大家在选取保脾胃食物的时候 要侧重补气昇羊和健脾去湿的食材 例如山药、甘薯、土豆、陈皮、磁石、二米等等 对于虚不受保容易阴虚火旺的人 可以加麦冬、玉竹、西洋参等之音的食材予以调和 中医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气补 气补的方式有哪些呢 来看看第三题 脾胃的气氧方法有哪些呢 A. 态极拳 B. 八段感 C. 跑步 D. 按摩 E. 挨疚 即一定是一些柔和一点 太极、八段感都可以的 我喜欢按摩 按摩有些技师会教你脾胃不好 按足三里 按脚板 对, 按脚板 那你挺好, 不用跑步 不用八段感坐在那里享受 那种叫按摩吗 那种应该是叫你自己的字 按脚板 可以的, 也可以的 也叫按摩 跑步肯定不行了 跑步不是人人对的 跑步不是练习的吗 气氧 我觉得跑步还可以 又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气氧 究竟是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大家现在在乱估 这条题有点难度 有点拿捏不准 来, 问一下我 究竟整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说养生的境界就是包括三个方法 就是要氧 食氧 气氧 但是总的来说是要氧不如食氧 食氧不如气氧 那什么叫做气氧呢 其实这个气氧应该是说我们 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精华 它是指这个我们内在之气 跟外在的呼吸之气相结合 那么它是推动人体生理活动的一个正能 一个能量 或者是原动力 那么氧气的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调呼吸 你一定要让自己气定神弦的 不能那么焦躁 然后一个就是要一手丹田 要提纲 缩肾 这样的一些动作 所以它一定是跟呼吸有相关性的 有点像练气功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主要是A和B 所以这些想像是虹虹小仔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其实这个气氧可能就是 调色整个人的身体气场的运作 我相信 太极绝对要运气才能练到 是 八段感也是同样的原理 是 我同时听了张教授的介绍 其实就还会联想到 譬如一些的冥想 瑜伽 瑜伽 都是这一类的 就是用呼吸去带动 是不是都可以的 对 瑜伽它也是挑呼吸的 但是为什么跑步不行呢 其实跑步它也是一个有氧运动 你越跑越粗啊 你的气 我慢跑 那你不急跑就可以慢跑 我的理解呢 跑步是一动的 这个氧气是静 慢慢静的 要内沉 可以带动它 可以带动它 终于的气氧 讲究涉神氧气 平心静气 保持全身心气的畅通 和情节的舒展 运动主张选用太极拳 八段感等较柔和的方式 不主张劇烈运动 这样才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 二年益寿的目的 太极拳和八段感 可能不是个个都知道 接着请专家教大家一套 简单易学的 仰慧保健操 电视观众一起跟专家做一下 那么这个我们有助于我们脾胃的一些 养生保健操 我们有几个简单的 简单易心在家庭都可以做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 扭动腰枝法 扭动腰枝 这样扭 脚 这样稍稍分开 然后呢 右手 搭左肩 左手放在腰部 这样交换 这样扭动 那么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八段紧里面一个动作 叫做 调理脾胃虚单矩 这个 对 我们的 我经常做的 对 就是这样的 交换 对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整个中胶被拉通了的那种感觉 对 就特别适合他这种 一定要尽量的往上伸 因为他不是虚不伸 下面这个就尽量往下压 对 这样交换 做这些动作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限制 在什么时段 这个是要呼吸的 要配合呼吸的 都可以在家里早上晚上中午 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 大概做个三十下吧 三十下 对 是撑上去的时候吸气是吧 撑上去 对 一定要尽量往上 下面就尽量往下 这样 就撑天顶地的那种感觉 对 那么第三个呢 就可能会稍微懒一点 要大家尽量做 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就是要一字 哇 一字很难 做到一字 然后这样慢慢蹲 慢慢起 小天鹅 蹲 蹲多深啊 尽量深 尽量能够深一点 对 我想问一下这个动作 为什么可以调皮胃呢 这个是非常提升中气 很好的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收腹挺胸 翘腾 也是做三十下 慢慢做习惯的就好了 对 做三十下 好 刚才张教授教了我们 很简单的几个动作 其实就可以舒缓我们 胃部的不息 还有平时多数 可以对我们的胃、脾胃 是多一个保健的作用 嗯 其实刚才说到 这个胃的养护 还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借鉴的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是操作不当的 是的 有很多误拘 接下来看看 我们今天健康达人 看问题的第一条影片 谢谢 臨近春节 可白经常跟朋友聚餐 近日觉得口干舌醋 咽喉肿痛 而且腹部饱胀 老婆方医觉得 一定是最近吃伤了脾胃 于是找了一个食疗方 准备帮她调理 可白就说 这个汤方太醋太饱 不适合她的体质 喝汤 什么汤 北旗煮乳鸡 我听说北旗和乳鸡都是補 而且是臭的 你懂什么 我这种是在书里找出来的偏方 是专補脾胃的 虽然可以補脾胃 但是也要看我的体质 我现在喉咙痛了 臭了 你还给我喝这些东西 喝了就更痛 请问, 可白这种情况 可否食用黄旗炖鱼鸡来调理呢 像这种情况 爸爸已经出现喉咙痛的情况 他觉得喉咙非常肿痛 口也很干 这个时候包黄旗鱼鸡汤 给他喝就不太合适了 他喝完以后肯定会加重 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发烧 有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可能他喉咙痛 其实他有可能是一个感冒的前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人家给他喝这么补的进去 就很容易出现加重的情况 因为黄旗它是温性的 肝温的 非常的补气 那他也容易住火的 是吧 我想问一下教授 就是一般上火之后 腸胃会有哪些不适的症状呢 阴虚火旺的人 是不是可以喝黄旗鱼鸡汤 来进补呢 对于消化不良 胃股羊等方面的人 有什么调理方呢 对些没时间熬汤的上班一族 又有什么健脾抑胃的茶饮方呢 吃坏肚的时候按摩一下就可以搞定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实用 欢迎留意收看 全新好吃珍稳巧克力 送给关心的人 浓豚巧克力 与柔滑卵心 包裹整颗香烤真人 美味也要送自己 好吃珍稳巧克力 真滋味真心意 大家好 我是穗逸文 广州国际皮草博览会 元月23至2月18日 东方宾馆商政皮草城主办 阳城晚报媒介中心协办 全程质量监督 来自法国海盛堡 意大利路仙奴 雪炮等过八个品牌 上万件皮草 只卖0.8折 最高1.35折 皮衣688 水雕3,900 如此底价 仅限一次 买好皮草 就到柳花路东方宾馆如楼 好 纯正的水香 孕育了莲藕的温润 湾仔码头 以藕粉入皮 造成水晶湯圆 让餡心透出天然本色 香浓远乐 真心精彩 湾仔码头 水晶湯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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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春思评 点亮新年 正正亮松飞扬 一般上火之后 腸围会有哪些不适的症状呢 上火以后胃肠到不适的症状 那么有的人也会出现胃胀了 胃痛了 或者是便秘了 口干了 这样一些情况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应该怎样去调理呢 真正一旦上火了 这个时候已经喉咙很痛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建议他先吃一些 滋阴清热的一些汤 比如说 这个广多人很多喜欢包的 石虎 沙参 麦冬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包的 那么如果是阴虚 或者阳虚 或者气虚 其实有没有各自的这个质重点 来去保养或者怎么样 调理 对 阴虚的时候就比较适合 石虎 沙参麦冬 御竹 这样一些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气虚的话 就党参北齐 莲子淮山 这些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除了这个汤水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疗方 可以推荐给大家 是调理肠胃的 调理肠胃是有很多 因为我们说这个药养不如食养 食养就包括药膳 那么这里给大家推荐 几款常用的 家庭简单一型的 这样一些煲汤的汤方 那么第一个就是黄芹猴头菇汤 黄芹一般如果说一家三口人的话 可能放个一两 三十到五十克 放五十克一两 那么再加一些猴头菇 可以煲排骨 煲鸡汤都可以 那这一个呢 是这种有老胃病 这个经常胃痛胃胀 然后呢 以脾胃虚弱为主的 就是容易少气懒言乏力啊 这样的人他是比较适合的 那么第二款汤呢 就是山药鱼片汤 山药是非常好的一个 平补三胶的 既可以当食物又是药物 这样的一个食材 药材 那么山药加鱼片 它就 这一款汤是比较平性的 就是说任何体质都是可以的 广东人也很讲究的 就是鱼也都有 用什么鱼啊 用什么鱼啊 哪些是山鱼 哪些是山鱼 哪些是汁鱼 哪些类鱼 对 一般我们说 如果说胃不好的话 可能吃柴鱼就比较好 第三款叫做炒果羊肉汤 炒果羊肉 我们说炒果这一味重要的 它是有这个造湿健脾的作用 那么羊肉又能温补 所以它适合于那种羊虚的体质 然后又有加油弹湿的这样一些人 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下面两款茶 生姜红糖茶 和蜜糖红茶 这个可以推荐大家每天早上喝 无论什么体质 每天早上都可以喝 那是吃完早餐喝还是空腹喝 空腹喝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领男的人它是羊虚弹湿的体质 那么就羊虚则寒 所以大部分的人 我们可以说80%到90%的人 都是属于一种羊虚胃寒的体质 所以我们建议早上起来 都喝一杯生姜红糖水 或者是蜜糖红茶 这样是有一个暖胃的作用 也可以在里面煮个鸡蛋 然后就拿它来当早餐 早餐 特别是那种吃了冷的东西 一受了风寒就胃痛 吃了这个是特别好 刚才说了一些食疗方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就说 其实有时候腸胃不舒服 紧急起床 就是有些穴位按摩都有效 是 究竟穴位按摩 对腸胃有什么功效呢 立刻看看我们第二条影片 这一天可白醉餐回家后 觉得腸胃不舒服, 上吐下射 吃了药后, 輻射有所缓解 但是还是想吐 老婆芳姨很担心 刚刚看到养生书道说 按摩内关穴可以缓解, 輻射吐套 于是就硬要帮可白按摩 但可白就不太相信 我的胃痛而已 那过去手干什么 那些经络是全身走的 那些穴位才是通的 可以了, 你试一下吧 是 如果按摩也可以 那还需要别人去医院看病 那些弱点就关门也可以 请问, 輻射吐套 是否可以通过按摩内关穴 来调理呢 我好像听人说过在… 爪附近, 不知道 我听人说内关好像是 跟心有关系 其实你的原理就是 我觉得穴位是有效的 一定有 但是这个位置 不知道是哪个 我还没听过内关跟脾胃有关系 我试过, 就是我小时候 如果我觉得胃不舒服 我妈妈就会帮我摘背脊 一直摘上去 摘完之后就舒服 而现在这个方向 我对我儿子也是这样 她觉得感觉自己消化不良 摘背脊在哪里 摘哪个位置 是脊柱的位置 一直摘上去 就是中间的大腿 但是在旁边的肉一直摘上去 摘完之后 她之后会呃气 然后觉得舒服了 因为我试过 我儿子也试过 哦 刚才这个嘉宾们说的都非常好 一个就是 颗骨啊 内关啊 或者是捏脊的方法 都是可以治疗一些 脊性的胃痛啊 腐痛啊 或者是呕吐腹泻 都是有帮助的 在家里的话 家庭紧急的疗法 如果说实在没有药 但是又痛得很厉害 呕得很厉害 或者是出去坐船啊 坐车 晕车晕船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的 特别是内关 因为非常简单 请张教授 跟我们示范一下 就是针对不同的胃的状况 应该按些什么穴位 进行一些相应的治疗 有几个常用的水位 比较简单的 一个内关 大家这个定位一定要准确 不要定错了 首先我们要掌握一个 就是定位的同身寸的方法 就是用自己的手指去量长度 量多少寸 一般来说 我们说自己的这个手指的宽度 是一寸 或者是中指的第二指节 是一寸的 或者是这个四个手 并起来自己的 是三寸 三寸 那么首先内关呢 是在这个 碗痕纹上两寸的地方 前臂正中间 那么就可以进行一个点按 或者是磨都可以 我好像有用感觉 内关穴 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自己不太懂得用这个指力 就是会… 现在他就觉得很重 就是鸢鸢 鸢鸢水 然后好像有一股暖流的感觉 真的 是 还有有时心率不齐的时候 心率不齐的时候 心慌的时候 对 按一下也是有用的 心慌的时候 或者是呕吐的时候 或者是有的人打嗝 不停地挨气 完全止不了 用这个非常有效的 如果是吃得很饱很脏很难顶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那么吃得太饱了 因为很快要临近春节 可能吃得太饱 非常非常不舒服这种情况 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那么这个就需要家人帮忙 就是趴在床上 然后采用捏挤的方法 就是他刚才说的这样 其实捏挤所谓就是在脊柱上面这里 然后撑起来一点点皮和肉 然后不捏它的肉 不停地往上捏那样子 是吧 好 那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遇到胃觉得很酸的时候 酸酸 可能不舒服 脚的很难受 那摁哪个穴位比较好一个 这个就有很多穴位可以选择 常用的竹三里了 竹三里 竹三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穴位 它是在外七眼下三寸 你首先用大拇指对着这个最凹陷的地方 就手放平 那么 这里 这样 在颈骨 颈骨外缘 颈骨外缘 对对对 然后在颈骨外缘 就是小指所对的这个地方 感觉是有肌肉在上面 有一条肌肉在上面 是小指的地方 在第四指了 在颈骨外缘 在这儿 我摸到了 摸到了我们这样对的一个小指对的地方 就是竹三里 哦 摸到了 是是是 没有摸 其实有人讲说 好像说每天都坚持摁这个竹三里 就等于一天吃了一只鸡那么肥 是吗 因为竹三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调理脾胃 还有一个抗衰老的穴位 哦 就像参音鸟一样 对 所以 而且了我们有 终于有个话叫肚腹三里瘤 嗯 就是说凡是肚子了腹部的不适 都是可以从竹三里来进行治疗的 哦 好那么那一关竹三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穴位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肚脂上四寸的地方 叫中腕 就是主要是胃腕不适的时候啊 按它或者是爱揪啊 都是好的 肚脂上四寸 但是我按的时候会痛的 是什么意思啊 对 那就是说明可能是胃有一些 你是不是臭太近了 不是很通畅了 对 有胃病的人按的都会有点痛 痛啊会有点痛啊 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腹泻的也可以考虑的 哦 就是叫上聚虚 就是我们竹三里下三寸的地方 哦 在竹三里往下三寸的地方 三寸的地方都是再来多四寸 三寸 对 四寸 好了又到了我们健康时间的环节了 马上来看看我们现场观众有些什么问题 要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请问我有慢性胃炎小食多餐好不好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因为慢性胃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 我们说云春当中可能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很大一部分 是属于慢性胃炎 那么肯定很多患者会关注 我慢性胃炎我该怎么吃呢 我是不是少吃多餐 因为可能受很多的这种宣传的一些影响 是不是少吃多餐比较好 显然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少吃多餐 而且呢每一次不要吃的太饱 人家吃酸胆 可能你分开就是吃四寸或者五寸 这样是比较好的 让我们的胃呢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主任你好 我有一个朋友呢 就有胃肺羊他经常痛的 想问一下你他平时吃粥好不好呢 吃粥来说是 就是说对胃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容易消化吸收 但是说一味的吃白粥好不好 可能也不太好 我们也不建议说这样的患者 你一定要天天吃粥 比如说吃面呢吃烂饭呢 这样的都是可以的 只要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 或者是过酸的 过甜的食物都没有问题 反而如果说天天餐餐都是吃白粥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白粥它是大米还是偏寒性的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吃白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容易反酸 那其实对溃疡它这种疼痛的这种缓解 并不是很好 好 谢谢张教授 也都谢谢三位嘉宾 中国人都知道坐在中间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脾胃在人体的中间 在后天之本相当之重要 当然了 而且很快就就是农历新年了 大家相信餐餐吃大鱼大鱼便便不了了 所以怎样去保护自己的脾胃呢 看完这一期 相信你获益良多 当然了, 最好还是不要食际 不要虐待自己 是 觉得舒舒服服, 胃通肠 我相信你心情会好一点 好, 谢谢你关注今期的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不分 我们下期再见